為了要保重行車的安全 蘇林地渣宿只派到十幾個社會熱動人下鄉 協同工法例即將來共同辦理道路安全直散廟的專案 去社區裡面設環境行車整理好車頂頂頂 不但可以美化環境也提升道路的安全 市至長天跟每天走出的人車是不做 所以你來維護環境是很重要 這天可以看到十幾個人穿到環境的家 來分工拍掃還有拿樓梯來拍掃等車頂的工作 他們都是社會的很多人 既然地渣宿為了保重行車的安全 跟市至港八里來合辦 道路安全直散廟的專案 重點就是整理道路環境 今天非常感謝士林地檢署 那張主任跟卓里元他們帶了一些 社會勞業的同學來我們社區做服務打掃 非常感謝 那他整理的士馬大樓這裡的公車站牌 還有凹凸 立場很好 都叫我們來到三天 大家做運動 那是感謝那些弟弟們 哥哥的娘都謝謝感謝 感謝 我們到廚羅7個的車牌 跟照鏡 都有 我們更不用再做一遍 這間外公宿拿地檢署 帶到十幾位的社會勞動人 樂鄉 跟感似你的這天作會 這天坦白說有輕鬆一些 也感謝社會勞動人 來到三天 包括去道路 還是行人來的環境 走 偏面垃圾 他們家看不清楚 影響交通安全 他車也不要掃到旁邊 垃圾的房子還是東西 還有當間隔的露宴酒 也中心插上紅色的菜 甚至是單車庭 也如讓親戚 提供用路的安全道路 還有單車的空間 也同時幫我們擦了一段的油漆 打掃了這邊轉角的社區的環境 那我們這段環境非常的清潔 也非常的謝謝他們 那一大早就來了 非常辛苦 也很感謝他們 也感謝志工一大早也來幫忙 幫我們看前路 關照一些這些同學 真的謝謝他們 蘇南地檢署特 當然運用社會勞動人的人力 騎走在地基民進行環境整理 這天也不記得來選擇環海選 而且感覺你也透過十幾個社會勞動人 會騎走 讓社會的環境變得更新 記者陳惠玲 喜劇報道